父母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温馨的家,每天辛苦工作养家 那身为孩子的我们,又该如何让父母感到舒适和安心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锦衣姐姐,这句经文你们备手了吗? 那么,你们又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 冬则温,夏则静,沉则醒,昏则定 姐姐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要让父母感到暖和 那么在炎热的夏天,我们也让父母感到凉快 在古代,身为孩子的,就会在冬天的时候 提前钻进父母的被子里,用自己的体温为父母暖被子 在夏天,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啊 就会拿着扇子,为父母善良喜 让父母睡觉的时候呢,就不会那么炎热 这个举动呢,表示出了我们对父母的关爱和贴心 让父母时时感到舒适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陈则醒,昏则定 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要时时让父母感到安心 早上我们起床后,我们可以向父母请安说 爸爸妈妈早上好 那么晚上睡觉之前呢,我们也要和父母说声晚安 这样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很健康,平安 他们就能够安心入睡 出必顾,反必面,均有常,业无便 那这句经文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出门或回家的时候 我们都要向父母报平安 因为啊,父母常常都会为孩子们操心 所以啊,一句我出门了 我回家了 这样的话呢,能够让父母感到非常的安心 那么从这个图画中,大家看到了什么呢? 在这张图画当中啊,我们看到了月亮 那么应该就是晚上了 爸爸拿着电话筒,似乎是在和远方的奶奶通话 呼到晚安 而小智和小慧看到爸爸与奶奶通话时 也想和爸爸一样,非常想关怀奶奶 并和奶奶说句晚安 这个场景啊,就让我们联想到了 对子归中的 沉则醒 昏则定 通过这个图画中 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家庭的和谐 也可以感受到了 孝顺的重要性 无论是出门 回家 或是早上 晚上 我们都要向父母报平安 才能让他们安心 马来西亚的天气 不是四季气候 没有冬天 也没有夏天 那我们怎样为父母冬则温 夏则静呢? 在马来西亚这样没有明显四季变化的地方 我们能为父母冬则温 夏则静的表现有很多种 那么在冬天 也就是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 其实啊 我们可以为父母创造一个舒适温暖的环境 就比如说在父母睡觉的时候 为父母盖被子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多准备一些 饮品 或物品 比如说 温水 和热水袋 让父母在寒冷的天气 感受到一丝温暖 那么在夏季 也就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 其实啊 我们可以为父母打开空调 或风扇 让他们感到舒服 另外啊 我们也可以常常去关注父母的健康状况 在他们出门的时候 要提醒他们 多擦防晒 多喝水 这样才能让他们 在炎热的环境感受到一丝凉爽 尽管马来西亚并没有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实行 冬则温 夏则静 晨则醒 昏则定 我们可以时常关注父母的日常生活细节 并关怀 理解 和轻轻轻 和轻轻轻 让他们在身心上保持舒适和愉悦 不仅如此 更深层次的孝顺 更是引导父母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 让他们对生活依然保持着动力和热情 让我们一起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志 乐乎陪你一起阅读 了解 弟子归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